倒數第三行。 這個授音當中的第九種魔鏡是空結成段。 大家先看經文。 又比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霄,受陰明白,於明物中得虛明性,其中忽然歸向永滅。 拔無因果,一向入空,空心現前,乃至心聲,殘斷滅絕。 此名定心沉默,失於照應。 物則無咎,非為聖政。 若作聖結,則有空母入其心腹。 乃棒持戒,名為小聖,菩薩悟空,有何慈放? 其人常於信心堂月,飲酒盪肉,廣行淫慧。 因魔力故,因魔力故,設其前人,不身一磅。 鬼心酒入,或食死尿。 與酒肉等一種聚空,破佛律儀,誤入人罪,失於正受,當從人罪。 這就是修道路上,進入了斷滅空的境界。 也是角色當中,產生了一種定境。 由於智慧力不夠,判斷失常。 看到佛經裡面說,萬法皆空,一切法皆無所得。 所以他就努力地把這個空和德,空和無,成為自己依靠的境界。 所以,般若實際上是,空其所有,並非由其所空。 把你有向的,有執著的,都要空掉。 並不是剩下一個空,讓你去執著。 還有一個無在那裡,讓你做依靠。 在這裡面,文字上,都是叫必進空。 真正把空也空掉,把空向也空掉,成為色博弈空,或者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所以偏解的人呢,容易出現這個問題。 有受音明白啊,與明物中得虛明性。 明物,就是在修道過程中,自己突然明白了。 悟到了這個虛明的心性。 虛明性。 你感覺自己的真心啊,是沒有像的。 真心本來確實是無像。 所以,天台中以實如是,作為判斷您是否見信,見到諸法實相。 如果沒有見到諸法實相的人,他很容易誹謗因果,誹謗緣起的這個世界。 緣起往南游,它是有規律的。 你不懂得,緣起因果的這種規律。 神明,一味的看見到法的本質。 法的本質,內在,是空的。 這個,用語言去形容,說法的內在,本質是空的。 實際上,法的顯現,它的本質也在這裡顯現。 话筒在这里 话筒的本质就在这里 就是空的 就是话筒自己 它的本质就在话筒上 话筒是塑料其他做起来的 所以呢 话筒本质的空 也就在这里显现 是见到这样的一个空性 并不是把话筒打碎了以后 拿开了以后 然后说这里是话筒的空性 所以不懂的人呢 往往会认为 这个东西都消灭了 没有了 然后才叫空 这样就错误了 那么在理解的过程中呢 有时候体会到了 这种虚明性 就是明明了了 一物也不生 一法也不存 跟内在的心性的境界 非常相似 唯一不同的地方 就是心性是无法执着的 不是说心性在话筒这里了 然后离开话筒就没有心性 或者这里是自信的妙用 这个地方就不是 心性是便于切除 不可执着的 你执着和不执着 内外圆明 一切透彻 但是如果执着这个虚明性了以后 他内在的自我啊 那种强烈的 见 看见的见 这个见呢 他破不掉 所以叫知见利见 为无名本 你知道这个虚明 见到的虚明性 你把这个见到虚明性 能看到的 这个心性 把这个见呢 当一回事 抓住了这么一个见的影子 其实所有的见 听见也好 看见也好 见闻觉知若空花 但是见闻觉知性 却是不生不灭的 就是这很威信的一点差点 当然如果我执 破掉的人 他见到就 就不会有问题 因为他背后的自我 要是没有了 那一切错误的行为 自然就不会有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开悟 不明这些空间的道理 你起码做人要讲品德 要讲修丧 要改恶向上 所以宁可千日不悟 也不可一日着魔 你一千日不悟 你起码做人的 做得好 不会做恶业 不会堕落 但是如果你一日着魔了 进入这个 五十阴谋的这个空境 执着在那里 那种种负面的情绪 负面的行为 自然就表现出来 所以这个得虚明性以后 本来明摆虚明 一切法皆空 这个是没有错的 是好境界 那么其中呢 忽然归向永灭 他忽然会决定 一切法从来就 没有生灭 把这个一切法的现象 全部否定掉 这样呢 缘起因果的妙用 全部被一旁否定了 而且他归向永灭的 这个归向的这个人呢 这个我子呢 还没有断 如果我子断了 归向永灭 那就是生灭灭 以极灭为乐 那就去入小城的灭旁 倒还可以 他也不会这个诽谤因果 但是我子没有断之前 习气还非常强 我们每个凡夫啊 都会有一种 非常强烈的自我表现 他希望自己越大越好 把自己膨胀成全天下人最好 所以呢 当你知道了这个界面 知道了这个虚明性以后 他会把这个虚明性当成自我 把虚空当成自我 是我在空中 空中有我 这个五音里面 在印度有很多的外道 有些是执着色中有我 我中有色 有些是执着受中有我 我中有受 有些是执着想中有我 我中有想 总而言之呢 有执着虚空中有我 我在虚空中 或者虚空就是我 我就是虚空 这都是属于放不下我值的一个防复现象 所以他有归向永灭以后啊 接下来就会拔无因果 认为一切因果都不存在了 一向入空 就是整个身心都融入在空当中 而且这种观照 它会产生很多 我们仿佛 特别是人道众生 不可思议的禁忌 如果他对这个空的执着 非常的强烈 从做人来说 人的烦恼 他会没有掉 甚至呢 他也会达到 跑到火里面 火也烧不了他 火也烧不了他 他有很多神奇的现象 看上去像神通一样 这个空心 现前 乃至先生 长断灭绝 就是 当他的空心 心跟空相应了 完全空掉了 像虚空一样 现在眼前 他知道心就是虚空 虚空就是心 就是那种自我的 心灵的存在感啊 也是非常强烈的 乃至 在接下来呢 他就会 认为 心 原本 就是跟虚空一样 一直是有这个心 在这里 那我们大家 在看般若经典 也常常这样解释 那五蕴皆空 心 本无生 应尽有 总是要讲 气入这个空境 或者叫空性 唯一不同的呢 他这个心 是一个 我的心 我这个心 只要存在了 是一个永恒的心 所以 长断灭绝 这心是 离开一切设法 一切物质 离开一切现象 这中间有一个永恒不灭的心 是这样的看法 所以我们不停地说 在修道路上 大部分的人 理解佛性 理解真如 都会类似于 常见外道 都是认为 我们这个现实的身心 以外 有一个真心 那个真心 我现在没看到 我一旦看到了 就开悟了 认为外面 有一个真心 在那里 那个真心 可能像虚空一样 可能像什么东西一样 但是我现在没看到 所以这个观念 叫做常见外道 另外一个呢 认为心是不存在的 那叫断见外道 断灭 就是 心是不存在的 一切法都不存在 一切法都没有 都是空的 特别讲 妄法皆空 所以 有主师大德就讲 怕我们一讲 妄法皆空 落入了 断灭 这个理解 所以给我们补一句 叫妄法皆空 因果不空 他怕仿佛 执着 断灭 什么都没有 但究竟来说 因果 它的性 也是空性 既然妄法皆空了 因果的体性 也是像虚空一样 宇宙妄法 一切规律 它的本质 都是不生不灭 我们一想到 不生不灭 就有个东西在那里 永恒不生不灭 事实上 它是没有生 不存在生 和不存在灭 特别是 我们这个我之 所以在这个上面 相差非常之大 那我们中国的佛教 它在传几千年 有这个人伦道德的基础 就是你理解了空性以后 即便你知道什么都没有 都是空了 但是你的人文的观念 这个道德的基础 德性已经培养起来了 所以呢 对因果抱怨 这个道理呢 我们生性不疑 这学习佛法 培养福德的 第一步要完成的 就是完全相信因果 丝毫都不差错 所有的结果 都是有原因的 所有的原因 都是我们从身口意 这商业行为 引导而来的 我们现在遇到了 外在的环境的威胁 比如天灾的 自然灾害的 这种威胁 实际上 追根溯源 是与我们过去是 无量节来的业 有直接关系 假如你没有这样的业 你就感召不到 外在的天灾人物 所以所有的一切行为 一切结果 跟我们自身的 跟我们自身的 身口意识商业 有密切的关系 绝对分不开的 但是如果你不能深信因果 不能明了元气法的 这个世间 那当你明白了空以后 就很容易 这个弱入断灭的之间 所以这个心是什么呢 说此名定心沉默 失于照应 定心沉默 心定在那里 停着停着 妄想杂念都扫掉了 而越停呢 越定下来以后 越发现心越像虚空 然后你就执着 这个空的像 执着什么都没有 这样一种理论 就失于照应 照就是观照 只要你这个 智慧力绝照到了 你就会马上看到 你的内心的 每一个念头生起来 都是有前因的 你今天想听经文法 还是想去玩 这前提 肯定是有你的创习 有你的习惯 有你的姻缘 这样把心里面的行为 看清楚了 那我们身边的人士 哪个人做了哪些事情 他的结果是什么 你观察也同样 可以观察得清楚 所以这个照应呢 就是指智慧 这很难照应自己 沉默在这个空中 然后把这个空的境界呢 作为自己悟道的真理 特别你定的时间了 要是久了以后 它会产生一些 这个神通一样的 比如说 这个隔了墙啊 或者隔了很远的地方 你都能看到 你的心会非常敏感 别人有什么想法了 你也会能看得到 但是他有了这些感应以后 他越会觉得宇宙这一切 全部都是空的 但这里面呢 这个境界我们又必须经过 这五音魔镜不经过还不行 就你在修造过程中 这个过程还是要 你还是要理解到 宇宙万华本是空的 但你在空的上面呢 不能产生这样的执着 就是你有一个空 让自己在那里关照 作为一个药 一个方法 是把我们执着有的洗剂 消除掉 我们大家都是执着有 而且执着不但执着有 是执着这个有 要越多越好 有钱有财有命 有福报 什么都要有 然后有呢 还要越多越好 这是凡夫的创新 所以你在修造的时候 要把这个有的 有所求的心 要给它空掉 空到一定的时候 你不能成为 另外一边的 这个 出另外一边的毛病 就是从有 转入到空的时候 又执着空了 这个勇家大师 正道歌里面 有讲 就这个 弃有投空 也是错的 所以失于照应 那么物则无咎 明白了 没有错 非为圣证 若做圣洁 则有空魔 入其心腹 空魔 空也是魔 其实这个五阴魔境 五阴魔 有很多五十种 这里面裸列出来的 实际上 实际上这五十种阴魔 都没有离开 生死魔 就是空魔 就是空魔 也是生死魔 你只要有一个空啊 有啊 有一个东西 沾着你 就像一个灰尘一样 被捆住了 这个空被捆住了以后 你的行为就失常了 就不正常了 那么这么一来呢 生死不能解脱 所以如果说自己是圣人了 证得圣国了 又是大妄语 所以 则有空魔 非入其心腹 乃棒 慈戒 名为小圣 菩萨悟空 有何慈放 这个是 诽谤 这个慈戒的人 诽谤因果 其人常与信心腹欲 就在这个 对他有信心的人前面 会什么呢 会饮酒啊 吃肉啊 广心淫会啊 破戒啊 做这些 常人 普通的修行人 都不能做的事情 因为魔力所涉 这个魔力很强 所以 这几前人啊 不需要你一半 就在前面 做这些事情 他前面呢 那些弟子啊 信心的人啊 也不诽谤他 我们见过有些人 就是 喝酒 吃肉 汉地的有些人 还不一定是战传佛教的 他认为喝酒是没关系的 那对他有信心的人 还觉得 还给他找种种理由 甚至说他是视线 这些都是非常错误的 我们佛法是以戒定慧 作为修行的标准 定力好 智慧高 戒律呢 是基础 所以这样呢 就万无一失 这边是凡夫 我们也知道 自己做的不够 还要努力完成 这起码不至于 自害害人 那么鬼心久入啊 这种人 这个空解的 执着这个空 然后呢 贪图享受 这是鬼心久入 时间久了以后 获食 妙食 或者 私于 正常 于酒肉的 一切 一切 俱空 他会变成这样 但这中间有些 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据说这个 在 藏传佛教里面 有些弟子 他对上师的 死而尿啊 都觉得是甘露 是甘露啊 是吃了会治病的 但这些人 我就在我们 大乘佛法里面 起码我们在 汉地的佛教里面 看到没有这个现象 这个事情 按我们这里说呢 实际上是错误的 那么那里 他们也可能 真的会有感应 或者呢 会有 什么 这个效果 治病啊 这些 但是呢 这是 魔力所持 也会产生这种效果 在佛法里面 释迦佛是 以 戒定会 引导我们 处理生死苦害的 即便是 他有这个药物的作用 你生了一个 什么小小的病 感冒咳嗽 吃了好掉了 这实际上 也还是一个 生死轮回的防腐 就是不能从 这些行为上 解脱生死 那是绝对不行的 每一个人 我值都是要 亲自动手 亲自用功修行 突破自我 如果你自己 不用修行 就能了生死的 无有是处 那如果佛陀 能代替我们修行 那早就代替我们 早就会把我们 全度成成佛了 所以必须每一个人 都是从自己的内心 去观照 依照正法 观察自己的身心 规律 把宇宙法界的 这种 法的规律 找到了 这叫真理 就是你没有找到 宇宙法界 普遍性的真理 普遍性的规律 那不是真理 最多也是局部的个案 这些呢 它不能通融于广大的法力 所以看到这种 这种 如果堕落到鬼心九入 这样呢 那就很麻烦了 所以破佛律于 侮辱人非 侮辱人罪 就会使别人犯罪 犯错误 这空解成断 就私于正受 当从伦罪 这样的情况 就容易堕落了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大家就分两部分看 一部分是 进入这种 一切空明的空心境界 是正常的 不是不正常 是正常的 在这个正常的境界中 你产生了断灭的肢戒 然后 你的行为 就容易出现问题 也不是说 人人都会 什么这个 食 或食 食尿啊 或者鱼酒肉等啊 或者这个 饮酒 淡肉 广行 饮会 不一定人人都这样 就是 你的人品道德 如果差的 乱七八糟的 可能会这样 但是好的 人品道德还可以的 你虚明的 这个境界限起来以后 也执着 一切法 不可得的空 把那个自我 好像也建立了一个空的房子 装在里面 在那里得以 这也是定解成断 不一定都那么坏啊 好的 你如果执着在这个空里面 也是不行的 所以一切要从无我的地方建立 如果无我了 你内在的那个 认识空的那个人 给空掉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所以相差呢 就很大 如果说你这个 我没有空掉 他对这个空啊 就是空心现成的时候 这个空实际上是一个觉受 是一个感觉空 并不是见到一切事物的本质空 就是在定心当中 空定的这个心当中 体会到的 他这种空的感觉 空的觉受 所以受音当中产生空的觉受 你如果执着他 那肯定会出问题 这是第九种 叫空解成断 成断面 第十种呢 是爱及成汤 大家看经文 又比定中 诸上男子 见色应消 受音明白 为其虚名 深入心骨 其心忽悠 无限爱身 爱及发狂 便为贪欲 此名定静 安顺入心 无惠致词 误入诸欲 物者无咬 非为圣队 若作圣洁 则有欲母 入其心腹 一向说欲 为菩提道 画出白衣 画出白衣 平等行御 其行影者 名词法子 神鬼利固 于墨室中 设其防御 其数至白 如是乃至一百二百 或五六百 多莽千万 谋心生厌 离其身体 威德既无 陷于亡难 遗物众生 入无监狱 施于正受 当从伦罪 这是受阴当中的 最后一种 叫爱极承贪 也是 这个建设阴销 就设阴的境界 已经过去了 就他在外在的 向外持久的 表面上的这一层 着像已经没有掉了 但他很执着 内在的感受 就在受阴的境界中 受阴明白 受阴 就是五阴当中 受阴的 就内在的感受 他非常清楚 这受阴明白 那这个人呢 为其虚名 就前面讲到的 会正入 这个虚名的空灵的境界 对这个空灵啊 他常常的 在那里品味 在那里感受 体会 这叫为其虚名 品味 自己这个空灵的境界 深入心骨 就是心 骨髓里面 都能感觉到 一切都是空灵的 一切都是空的 在这种心灵的 在这种心灵里面 他突然 产生了 这个无限的爱 就是喜悦 贪爱之心 生起来了 对这种空灵的境界 非常贪酷 非常喜欢 对一切众生 也会产生 非常喜欢的 这种感觉 就觉得一切众生 都像自己的子女 都像自己的亲人 非常的喜爱 这不小心 以为自己 发了大慈悲心 发了大菩提心了 实际上呢 是内心空明 会达到的 这种 这个 因为我值没有断 所以产生 这个 无论是什么样的慈悲 它都是一个 仿佛的慈悲心 都只是一种善心 那他会贪爱到了 爱极发狂的地步 发狂了 就是自己都控制不了了 有些人学习佛法 高兴起来 觉得有受用了 见到谁都想 把佛法推销给他 不管他喜欢不喜欢 高兴不高兴 然后他的行为 别人看去呢 就失常了 只要你的行为失常了 就说明你已经有问题了 佛度众生 他的行为 绝对不会让人 感觉你失常了 所以爱极发狂 是他的行为 已经失常了 难以控制 而且这里面讲的 就对众生的 这种贪爱之心 会变为贪欲 开始可能不自觉 就以为 让众生快乐 就高兴了 比如说 他没有东西吃 你赶紧把东西送给他 没有东西穿 赶紧把东西给他 给众生快乐 非常高兴 到最后呢 他发现 众生什么主意快乐呢 可能贪欲 淫欲 众生会觉得快乐的 他就会觉得 要给众生 这样的快乐 这就是完全失去了 听了法 听了法以后 都知道一切法皆空 然后整个身心就停留在 这个空的感觉当中 所以越久了以后呢 身心越轻松 越自在 有一份欲裂生起来了 贪足这个身体的角度 他身体就非常愉悦 这个包括四场八定 感受到了 场定的这种快乐 在大乘佛法面前 都成为外道 都不属于真正的这个道 因为心向外求 心外求道 就是外道 但是如果从整体佛法来说 那天秤的这些 这个场定的快乐 那比人间的境界 还是要高很多 那我们如果有了 这个社界的场定的快乐 欲望的痛苦 马上就消失了 这还是属于正的 就相比这个来说 还是更好 因为这个 你虚勉的境界 在欲界 身心光照以后 设法不执着了 感受自己的感受 感受感受本来好事情 结果忽然呢 产生了这种 对众生的贪足之心 所以安顺入心 这个定境啊 很安详 顺着这个定境 自己就执着在 这个舒服的感觉上 对众生 舍不得众生受苦 舍不得众生的 这种贪足之心 那么无会致辞 读辱语 就是没有智慧 自己把持自己 没有办法 让自己 从这种 对众生的贪欲当中 抄理出来 会误入诸语 就各种欲望 甚至觉得 吃饭放也很香 睡觉也睡得很舒服 就是对于外界 与众生相处 跟别人聊天 跟别人聊天也很快乐 见到众生就觉得很欢喜 所以有些人你看 这学佛学了看谁都很高兴 可能他内心一定的定境 就这种现象本身呢 都是好事 你不修行 还不会现情 因为修行会现情 但是你在这个上面 如果犯错误了 就完蛋了 不犯错误 继续把这个境界透过去 那就是胜利了 所以物者无咎 你明白了 就不会有错误 非为圣证 那么若做圣节 则有欲谋入其心 这个贪欲之谋 会进到他的内心深处 这个一进去以后 就难办了 就是实际上是非常威细的 自己觉察不到的一种固执 这个欲谋 就你心 骨子里面 会贪着这种 觉受这种虚拟的 对众生有贪欲的 这种感受 那音象说 欲为菩提本 为菩提道啊 这个《诸行无产经》里面 有讲说 这个 迎怒吃 既是佛法 迎欲 怒就是称恨 愚吃 既是佛法 如是三法中 就一切佛法 那么看到这些 经书里面 像这个 《唯莫经》里面也讲 欲为菩提本 就你有欲望 众生正因为有欲望 才众生才有这个 求佛 求成道的 这个本钱 如果你连这个欲望 没有呢 你可能也不能成为佛 也不能成为菩萨 那一切菩萨 都叫觉有情 有情有义 不是无情无义的 所以成佛是靠这个东西 但是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 自己贪着了这种欲望 贪着众生在五欲当中享受的 这个感觉 自己已经被欲魔控制住了 他来说 一直会说欲是菩提道 然后化足平等啊 白衣 这个这个平等行律 就在这个就有点进入邪教的味道了 破坏这个居士或者是信众的 这些延迟戒律的道德 我们听起来觉得很可恶 也很可怕 但是在现实中 确实有这样的事情 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 就有几个居士 遇到了几个西藏的活佛 那些不知道活佛还是死佛 有些说是活佛 我看都像死佛 在那里 开始也叫他修什么加行 给他加持 给他灌顶 高兴的要命 每天欢喜雀跃 到处去 这个跟居士讲 宣传 把自己的什么 家里的亲人也带过去 我亲自认识了一个居士 他就把自己的女儿也带到活佛那里 最后呢 都一起 跟他什么双修法 这个很可怕的 我们听到了 母女两个一起跟他修 还有其他的居士也在那里 就是现在你看 还有这种情况 这个很可怕的 不小心的话 你倒真的不知道他是魔还是什么 我看大部分都是魔 所以他说 化诸百亿啊 平等行语 其行音者呢 名持法子 那给他一个这么一个名称 就是能够持他的这个法的 子女 他不是说 直接的叫你 你听他的 就给你这样做 做什么这个破戒的事情 他里面也是有办法的 就是说 按照我们这个标准来说 他会引导你进入这种 虚名的定境 让你整个身心都空掉 众生都平等掉 这个时候 你所做的一切都听他实话 然后你明白了这个境界 你也不痛苦 也不会觉得丢脸 所以他母女一起来 还不觉得丢脸 他觉得没事了 破这个执着的相了 变成 因为仿佛在执着这个相上 他认为这更好 执着没有了 这实际上呢 完全是被 魔力 所加持 有些人还 给他命名叫 这里面讲的说 命名为 持法子 持的他这个 洗法的 就他的子孙后代 这个法是魔法 实际上就是魔子 魔子魔孙 也有人命名叫什么 新子 温馨啊 听起来 新的儿子 他巧立明目啊 各种情况 他主要的行为 使自己没有智慧 有一定的定境 然后呢 摄持了这样的一些人 那么鬼神的力量 就是那些鬼 和他内在专注的 这个精神力 力量很强 所以在末世中啊 摄取防御 就在我们现在的 末法时代 他会射手很多防腐 愚痴之人 而且有些严重说 奇数至百 乃至 一百二百 或五六百 多满千万 这就完全构成了 邪教 印度有一个奥修 你们都看过 他们书没有 我们以前在 佛书院的时候 他的很多书很风靡 我们同学很多都在看 我看了都很感动 因为这个文字翻译的非常漂亮 里面也讲各种修行的境界 后来我们上网了解了一下 这个人在印度呢 是被驱逐出境的 也是聚集了许多多的这些幸福 集体管理 集体管行淫欲 后来在美国 又被定为邪教 但后来就不知道 情况怎么样 有这样的报道 所以我们看 有时候 他如果身心感觉很空灵 很自在 又很愉悦 那比起世俗的 普通百姓 没有信仰 或者没有那种 心灵的超越的人来说 他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了 因为我们平常那个心啊 就像蹭脱一样 又重又成 又顽固不患 烦恼呢 脏上去又化解不掉 他通过一定的这个方法 然后让我们的思想能够放松 清安起来 那觉得身心很愉悦 很快乐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根本上不能解脱生死 反而呢 误人子弟 你不修也罢 那一修呢 越修越麻烦 而在那种空灵的境界中 你看虚名的觉受 会深入心骨啊 这种虚名的境界 如果写出来的文章 讲出来的话 大家看了 都觉得非常舒服 很受用 这个世间法 有时候就这么可怕 所以有些少的 只要你起心动念 有这个倾向 那就已经错了 何况是 这个数量会很多 有些多的 多忙千万 所以我们大家 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啊 无论他这个人的影响 有多大有多远 那以正法 以界定会做标准 我们是万无一失的 如果不以界定会做标准 那就比较危险 那么磨心 深厌 这个磨心 也会讨厌的 深厌理的 深厌理的是离其身体 会离开他的身体 这个磨心 为什么会深厌 一个是防腐心 坚持不了太久 就像定律 四场八定 他能坚持 很长的时间 天人的寿命 比我们长 最后还是 会沦落生死 这是外在的这个魔 内在的定心 防腐心是不确定的 所以你一开始 感觉到虚明 这种快乐 是因为我们平常的心 很污浊 很执着 很烦恼 你突然把这些烦恼啊 全部去除掉了 身心很空灵 很自在 很清安 感觉于是呢 发起充满 就执着在 这样的一个空虚的境界里面 不想出来了 但是时间一久呢 你也会讨厌的 特别是像这些 这个行淫欲啊 或者其他的 这些行为 就是在 没有学佛之前 你的道德标准 都比这个高 结果你 进入了这个魔境以后 自己不自觉的 在这个上面 所做的都是非常的 不道德不文明的事情 时间一久 你自己会反省出来 这一反省呢 那个坚持空灵的境界 完全丧失 然后只看到自己 满身的缺点 什么都不是 这个时候 说 这个 魔心生硬啊 离弃身体 他身上的那种 空灵的觉受 就丧失掉了 一开始好像 是发自内心的欢喜 到后来呢 这个欢喜没有了 看到自己 是一副非常讨厌的 一种行为 造业 所以 威德既无啊 陷于完了 威德也没有了 自己 也不成样子了 然后呢 又做这些 非法的行为 那么 无论哪个国家 国法所不容 这叫陷于完了 完了就是国法 不允许 要判他行 抓起来了 这样呢 会 一物众生 入乎监狱 就是让众生 跟他学习的 生起怀疑的心 然后呢 这个内心的痛苦啊 就再也 不能间断了 所以 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有一些觉受 有些感觉啊 有时候不能跟着感觉走 就是我们先学习 学习 了解一下教理 我这个感觉 是什么感觉 是世间的感觉呢 还是出世间的感觉 是有我值的 还是没有我值的 如果有我值的 世间感觉 你全且就当做 看一场电影 看电影也没关系 也没犯罪 你身上 你身上无论是什么感觉 你看到众生 无论有多么 这个 叫什么 这个这个 无限的 爱身 你对众生 无论有多么爱 都没有关系 因为众生 就有这样的习性 但是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在这里发狂了 你在这里是不是变坏了 没有变坏 你再继续进步 这就对了 如果有变坏了 那么及时调整 起码有一点 我们不能犯 犯罪 不能犯这个戒律 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比较有保险 所以 这个 如果 贪欲的心 比较少 虚荣心比较少 或者没有虚荣心的人 可能在这个上面 也会好一点 也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那贪欲心如果没有 那也不会出问题 像 如果你修持这个 禅定的境界 定境现前了 自己就安住在定境当中 那 你也不会 犯世间的 什么淫欲啊 食欲啊 碎欲啊 什么喝酒吃肉啊 这些不法的行为 伤害身心和众生的行为 它绝然越来越少 越来越轻安 越来越淡薄 这行为上 慢慢的 调整自己 所以好的境界 我们要 用戒律 来维护自己 这个境界的正确性 即便是魔境现前 如果我们有持戒 我们也不会摔跤 所以学习佛法的基础 就是对三宝的信心 如实的生起来 你的方向感又明确了 我们的菩提间和出离心 就是一切有相的行为 一切有我的 都要给他了断掉 我执要生命 要给了断 这是真正的出离心 不忍众生 停留在我直的防护境界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享受 世间的欲望 或者空灵的境界 精神的享受 都希望他能够从中解脱出来 这是菩提心 就是如此的发心 然后我们行为上 我们尽量能够按照戒律的行为去持 不能贪着 甚至弘扬 甚至是去宣传这些不法的行为 这样呢 我们就基础好了 就比较有保险 所以持戒 实际上是修行路上 最好的保险 不持戒呢 他就很难 有这个保险 这是受阴当中十种境界 后面呢是这个总结 过错 然后劝告我们 大家再看经文 阿南如是十种常挪陷境 皆是受阴用心交互 固献私事 众生亡迷不自称量 逢此因缘 弥补自食 为言登圣 大万语成 堕无间欲 如等一当 将如来雨 与我灭后 传世目法 便令众生 开悟私益 无令天魔 得其方便 保护 保持 护腹 成 无善道 这是 总结 前面的 这十种 魔境 这十种 境界 都是属于 常病当中 呈现出来的 第一种就是 过意生悲 过于压抑 内心生起 无限的悲感 第二是 感激 身庸 感激 佛菩萨 感激 正法 通常发起 非常勇猛的心 我要成佛 要一天就成佛 甚至不吃饭 不睡觉 天天用功 感激 身庸 还有 自衰 成意 自力衰退了 老回忆自己 曾经 修行中 出现的境界 在那里 自己在那里 自我满足 或者是 会胜成立 就是思维 观察太多了 定力缺乏 或者是 失守 身忧 定静 守不住了 然后呢 产生忧愁 还有 会胜成习 渐渐 渐渐成慢 清安自足 空节成断 爱疾成贪 产生了爱疾以后 就贪着这个世间 所以大家以后要记住啊 就是你弘扬佛法 普度众生 也不能贪着 弘扬佛法 也不能贪着 普度众生 贪着这种行为 这是被你原来的创息 又冲过来了 我们要不忍众生苦 要去做 但是成为一个你的贪心 去做 这就不正常了 这十种呢 在内心 内在的觉寿中 都会出现 有时候甚至会 同时出现好几种 比如说内心很空明 又很贪着 然后这个悲极了 就是内在压抑过分了以后 内心非常悲感 悲伤 自卑 自傲 傲慢 悲伤 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都是障碍自己 稳步前进的 这里面关键呢 是要有智慧 就是你听闻正法以后 知道这些境界现前 没关系 只要在你的身面中 就算是魔境现前 你也可以作为你的智慧 就你认识到了 知道 在这个地方会出现这种魔境 在那个地方会出现这种欲望 在那个地方会出现那种忧伤 知道了都没有关系 就知道 这只是过程而已 所以皆是受因用心交互 固陷思事 都是在感受当中 我们用心去感受佛法 感受生命 感受宇宙真理 你去感受的过程 这个法跟心 这个法跟心是互相交换 融为一体 产生了错觉 那比起我们对设法的产生错觉 要威信的多 就是当你的心感觉 有感觉生起来 有觉受生起来 一定是你的心 跟这个物 跟外在的这个法 产生了交换 所以我们要观想 不停的观想 观想就是把你的心 安住在这个境当中 你观想空啊空啊空啊 你的心慢慢就空掉了 这个空就好像入了你的心 你的心好像进入了一个空境 这就是交互 互相交换一样 互相融为一体 在这个过程 你能把自己的感受 感受得非常明确 这就是受音 是定境 所以才呈现这种种现象 我见过很多人 他们都告诉我 就是打坐 甚至睡觉 都能感觉到 身心一片光明 身心一片愉悦 开始他以为 这个修行就是这样 这就是大光明障了 因为佛是大光明障 认为就已经进入佛的光明了 佛力的加持 哇身心非常愉悦 经历了 甚至有一个时间最长的 经历了好几年 都是在这种状态当中 他在这个状态里面 他不会生病 也不会感冒 都每天都很开心 都很快乐 那后来我告诉他 你这个充其量 就是受音而已 因为你太享受 这种快乐了 实际上要从这个感受当中 出来的 最多呢 也只是一个电竞 结果他比我一说 那他出来了 出来了就再也没有这种感觉 过了一两年 他就 他就有点后悔 他没有再进步 他就有点后悔 他说以前我没有遇到你之前 我还天天在光明当中 现在光明没有了 有时候身体还有 还有点感冒 还会生病一下 最过 把人家的这个 这个好好的境界给打破掉了 实际上是 受音 用心交互 他心很专注 很在意这个感觉 产生了境界 产生了境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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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